大頭照嘛 搜尋一下 那裡面的話 我在裡面找了一張 找了一張那個大頭照 比如說小朋友好了 這邊 我好像在這邊找了一張 這個吧 OK 然後呢 找到之後把它另存新檔 應該會吧 比如像這一張好了 按右鍵 把它另存 另存圖檔對不對 名稱叫大頭照 然後我就把那張大頭照 把它放到這邊來 好 那類似像這樣 因為這個好像之前找的 他那張 把它沒看到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呢 把這一張圖做成像這樣子 很多張 那實際上呢 你將來 比如說你要去拿去沖洗的話 那我如果希望我的尺寸是多少 3乘5 這個是3吋 這個是5 就是你們拿去 比如說那個量販店好像有些 Costco 如果他有那個可以插記憶卡嘛 你就或者是隨身碟喔 那你如果拿去沖洗 你就可以很快沖洗出自己的大頭照 那如果我的需求是1吋 所以3 剛好3張 5的話呢 當然這地方你就是 從那5張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拿去沖洗 那要怎麼做出這張大頭照 第一個 假設我今天的尺寸是3乘5的話 那通常你拿去像管 它最少每一英寸至少要300個像素 所以大部分都會講300 dpi 有沒有300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例是像dpi 有沒有 D的話是dots 就點 P是per per inch 就是每一英寸有300個點 那也就是說呢 每一英寸 那這個3的話 只是3英寸 5英寸 所以你要3乘多少 3乘300 然後這邊的話呢 也許你是乘上300 OK 那假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一張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解析度的大小的圖的話 那我要怎麼剛剛好放進來 就完全符合這樣的需求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要先怎麼樣 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新的檔案呢 裡面特別注意喔 這個假設是 你就打一個名稱叫大頭照好了 OK 然後也許是3乘5 假設3乘5 類似像這樣 那你的尺寸的話 特別注意喔 寬度 5的話 就是5乘上300 所以100 1500 後面記得不要是公分 我不知道剛剛同學說太大張了 主要可能是不是 這個尺寸沒條對 然後高的話呢 剛好就是3吋 所以是3乘上300 這邊多少 900 OK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有空白的 那將來你可以把這一張 把它儲存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拿去沖洗的話 請記得最後令存新檔 不要用PSD啦 因為那個相關他不接受 可能不接受PSD 但是他一定接受一個圖檔格式 叫什麼 叫JPG 有沒有 這個格式 就是一般 數位相機拍的 他都一定會 所以你把這個 點JPG的圖檔 放在你的隨身碟拿去沖洗 基本上就可以沖洗出來 不過我們會需要怎麼樣 剛剛好3乘5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大頭照放過來的話 要剛剛好多大才剛好 所以你會發現第一個 高度的話 如果我剛好放放三張 所以高度一定是多少 300嗎 沒反應 OK 有沒有 就是 這邊到這邊是三吋嘛 那所以呢 我剛剛是每英吋300個點 所以呢 來源的相片 基本上呢 我就把原來的大頭照 所以你們等一下自己去找一張好了 然後大頭照的高度 把它改成300 那寬的話呢 當然不一定是剛好300 你可以比如說要讓他整除的話 那因為我們寬度是 150吧 那你就算一下 大概多少 所以第一個 我先把影像裡面的影像大小 他原來高度是500 我乾脆改成300 OK 然後按確定之後的話 他大概這麼大 可是你會發現 如果我現在定義成圖 定義的話 定義成那個 圖樣 那我把它放過來 它的寬 高應該是OK 可是寬 252 好像沒有辦法整除 所以應該說 250好像剛剛好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這個尺寸怎麼樣 再裁掉一點點 所以 怎麼用裁 這邊這邊有個 剪裁工具 你就剪裁工具裡面 然後呢 把這個 邊邊剛好 你選一下 那你怎麼知道 剛剛好是 那個250呢 其實你選完之後 再來 我看一下這邊 上面有沒有一個 區域 沒有 那沒關係 先把它這樣 先調 大概1英寸 旁邊大概就是一個像素吧 那稍微把它調一下 再把它打勾一下 我看一下 切太多了 所以呢 如果說 我們今天假如說 感受AUTO 自己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能夠剛好裁 解析度多大的話 那 我看這邊 你可以用什麼選舉工具好了 選舉工具裡面的話 你可以的 再用這個方法選 那你如果用裁剪工具 他尺寸沒出來的話 呃 看一下這個 要不是 這邊也也是沒有 相關的尺寸 啊這邊有寬度跟高度 不然我們就直接從這邊 把這個選舉取消一下 用也是剪裁工具 他有一個寬 那寬的話 我剛好如果250 高的話 如果剛好要300 先給他 然後呢 直接呢 你就點選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這個尺寸 調整剛好是250300 的尺寸 把它採一下 基本上他大小就剛剛好了 就這麼大 如果位置不對的話 你可以再調一下 他可以讓你調一下 大概這樣子位置 OK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哇他沒辦法 剛好 放在正中央 這樣子 打勾 那這個時候呢 他的尺寸 有沒有 250300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 編輯把它定義 定義成圖樣 大圖照這個 然後再來 把它切到我們 3乘5這一張 那你用編輯裡面填滿 用一樣的方法 把這個地方 再找到那個圖樣 這個小朋友就出現了 填完了 那你會辦法 剛剛好 最後呢 請各位 把這張圖呢 再把它另存新檔好了 那我這張圖檔我希望存成 JPG 因為如果我要拿去沖洗的話 請各位注意一下 乾脆你就 在 一個圖檔名稱呢 叫做大頭照 3乘5 請各位注意一下 把那個圖檔的格式 注意喔 注意喔 因為你要拿去沖洗 請你選擇 JPG 他的負檔名一定是 點JPG 儲存一下 OK 那儲存完之後他會問你說你的那個品質等等 然後我們用基本好了 按個確定 那你存成JPG的好處 就是你將來呢 你在桌面上 會看到那張圖 而且直接可以把那張圖呢 把它打開來 好 其他那張 把它放 從桌面上看一下 在這裡 直接點開來 他就可以直接看了 不需要Photoshop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用JPG喔 他直接開起來 而且將來拿去沖洗也沒問題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好 那 當然第一個 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邊是 5 乘300 這邊是3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想要試一下 再多練習一題啦 因為時間上面 我看還是 好像還有點時間 我要重開一次 因為我用 看一下